受疫情影響,内地延期开学 成都教育部门推出网络教育平台 受到学生欢迎 每日的浏览量超过300万人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四川成都城华区教育局 立建智慧教育网络平台 为中学生提供互动直播教学 负责人介绍,每一节课堂大约30分钟 高中每日网络教学时长不超过4-5个钟 也会为学生预留掌握知识 完成功课和向老师提问的时间 全区统一一起上线之后 整个平台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我们从开学第二天开始 就各学校实施了分段的平台应用 高链级上午,低链级下午 这样整个平台可以更能够平均运转 除了接入各类网络教育资源 那个平台还开始了疫情防控心理专区 退出善上心理服务 引导学生理性面对疫情 因为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大量的家长和我们的社会公众 还有我们的孩子 产生一定的焦虑感 还有包括我们长期居家的困惑 热情电话解决我们社会公众 包括我们特别是家长和学生的心理焦虑的疏导问题 平台推出以来最高风单日点击率近400万 平均每日超过300万点击率 无线电视记者周贺人不得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